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终于来了一些好消息了 美国表示 将为乌克兰提供几十万发155毫米炮弹 只是美国自己的军火库同样高级 无奈之下 美国只能动用储存在以色列的弹药远助乌克兰 以此来满足俄乌战场上炮弹的迫切需求 根据最新消息 美国已经启用了在以色列境内储备的弹药库 这是由美国和以色列共同拥有的 这批炮弹原本是为了应对中东地区的冲突 比如以色列爆发大规模地面战的时候 又或者是美国在中东与伊朗爆发地面战的时候 才会动用这批炮弹 很显然 现在的乌克兰更需要 所以美国与以色列宣布 计划向乌克兰运送30万枚炮弹 目前已经有一半运到了欧洲 最终将通过波兰交付 为了不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 以色列多次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 所以这次调用美国在以色列的炮弹库存 让以色列极为担忧 不愿给俄罗斯留下战队乌克兰的印象 但面对美国提出的弹药转移计划 以色列又不得不表示同意 以避免和美国的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以色列宣称 我们从未改变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的立场 此次调动数十万炮弹 只是让美国使用自己的弹药 目前的俄乌战场 俨然已经成为了火炮驱动的消耗战 几乎所有人都能想到 在接下来的春季大攻势中 火炮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甚至战场的结果 都要取决于谁间耗尽炮弹 这种情况已经在乌东战场取得了验证 巴赫木特前线就是一场被火炮驱动的消耗战 俄乌双方每天要向战场投射数千枚炮弹 在经历几个月的战斗后 这片战场已经是遍地弹坑 但乌克兰最大的问题就是炮弹不足 而乌军在前线扎根稳固 如果乌克兰失去了稳定的弹药供应 别说组织春季大攻势了 就连阵地战都会陷入危险 如果乌克兰可以获得稳定的弹药供应 尤其是火炮以及相关备件 那么乌克兰就能凭借各种火炮 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在很久之前 乌克兰就已经耗尽了苏制炮弹的库存了 后来随着西方装备不断进入战场 再加上苏联时期的火炮系统已经逐渐耗尽 西方国家便开始向乌克兰提供155毫米炮弹 但问题是 自从冷战结束之后 整个欧洲都在专注经济发展 欧洲库存早就见了敌 德国甚至一度传出库存不够打两天的仗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M777榴弹炮 这种火炮使用155毫米弹药 是北约国家的主要装备之一 随后德国提供的PZH-2000自行火炮 法国提供的凯萨自行榴弹炮 波兰提供的克莱博自行榴弹炮 使用的都是155毫米炮弹 这么多155毫米弹药发射平台 让乌克兰经常面临弹药上的紧缺 每月甚至需要消耗9万发炮弹 这已经相当于西方国家产能总和的两倍了 欧美军火供应体系 短期内难以跟上俄乌战场的消耗 差额部分要么动用西方国家的现有库存 要么选择第三方提供 为了能缓解炮弹压力 去年8月份英国就向巴基斯坦下单 要求制造俗制炮弹援助乌克兰 虽然巴基斯坦的火炮来自国外 但在弹药方面已经实现了自主生产 不仅能够生产相关型号的弹药 还能对其进行改良优化 在国际市场上的推销也十分积极 前段时间巴基斯坦才完成一笔 涉及数十万发炮弹的北约订单 目前这批炮弹已经运装出海 近期经波兰运抵乌克兰 但乌克兰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155毫米弹药断缺 其他型号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 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猎豹自行高射炮后 该炮使用的35毫米口径炮弹 马上就被乌克兰用光了 之后请求柏林继续援助 但这种炮弹并不是德国生产的 而是瑞士生产后在出口给德国的 德国想要援助给其他国家 必须得到瑞士的授权 但最终瑞士没有同意 这样一来 乌克兰即便拥有德国援助的 列宝自行高射炮 也是只能看不能用 因为有炮无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欧美构建的第三方俄乌军火炼 也难以满足俄军接下来的需求 由于本土炮弹存量不足 美国计划用存放在韩国和以色列的军火补缺 在泽连斯基访问白宫时 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援助 超100万枚155毫米炮弹 美国一个月可生产 14000枚155毫米炮弹 但这也只是乌克兰几天的战斗用量 此前已经有消息披露 美军准备从韩国采购10万发炮弹 然后再取线援助给乌克兰 而签署的协议内容显示 美国采购的正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 目前美国能想到的方法就是 自己加大生产 然后从盟友进行采购 最后就是动用美国在其他国家的武器固存 比如此次从以色列调用的 30万枚155毫米炮弹 也可以这样说 美国是以降低其他地区战备能力为代价 为乌克兰提供的这批炮弹援助 但以如今的战争列度 美国上目足以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炮弹 等到春季大战的时候 双方肯定要卯足了劲 有消息称俄军为储备弹药 还刻意降低了对瓦格纳集团的供应 以至于普里格金数次抱怨前线 活力覆盖不足 在正常情况下 考虑到美国的庞大库存和生产能力 支援乌克兰不会影响到美军自己的日常运转 然而结合大量资料来看 美国某些武器系统和弹药库存 已经降至完成训练和战备工作所需的较低水平 从技术层面来说 在关键系统和弹药方面 美国库存水平还没有影响自身战备与训练水平 但重建这些库存需要数年时间 并且中大口径弹药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之中 出现库存问题是因为 美军不但需要有足额的武器系统 外装为其作战部队 还需要在培训机构及维修部门 维持必要的武器系统储备 对于弹药的问题 美国需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冲突 维持一定的固存 毕竟在台海地区需要使用的便携式男兵装备 又或者是在欧洲和朝鲜战场 需要使用的大口径火炮与重型陆战装备等 当然美国也专门划出了预算 用来加速军工产业快速扩大生产 提供弹药整体产能 但大多数扩产项目的实施过程 可能需要以年来计算 归根结底是因为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国内军工厂的产能 是基于和平时期的军事订单需要而规划的 保留高于美军日常订购的生产能力 被认为是一种浪费 将其他生产线或工厂的产能 转入军工生产是可能的 但耗时过长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 在美国被完全动员起来的形势下 这种转变仍然花费了两到三年的时间 战争持续到今天 已经不是西方国家愿不愿意继续援助了 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尤其是春季大公事迫在眉睫 西方国家肯定会继续采取行动 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自然不会停下 从冲突出席的毒刺 标枪 升级到后来的海马斯火箭炮 布雷德地战车 以及爱国者防空导弹 美国一直在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东西 不过由于爱国者属于高科技武器 很多乌克兰士兵不会使用 这必将会弱化武器效能 自本月开始 美国对100名乌军士兵展开培训 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操作员和维护人物 同时美国还将在德国开展新扩大训练 一个约500人的营将在未来5到8周重返战场 训练将根据乌克兰的战场情况量身定制 提供相关的战术技术和程序 让这些士兵在返回乌克兰后能够发挥最大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甲车 英国更是送出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 国兰宣布向乌克兰援助一个暴式坦克连 立陶宛同样不甘落后 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和防空设备 随着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越来越多 俄军的真实情况恐怕将越来越糟 对于俄军来说西方国家所提供的各种重型装甲车辆 一旦送到乌克兰战场前线 必然要对俄罗斯的整体防线造成巨大威胁 俄罗斯自然也给出对策 比如宣布更换军事行动总指挥 由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接任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的位置 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宣布一项新计划 表示将扩军至150万 而这只是俄罗斯接下来对俄军进行大规模调整计划中的一环 俄国防部表示 对俄军的这一调整将从2023年持续到2026年 春季决战的苗头越来越明显 显然俄乌都在进行蓄力 而这一场可能将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 俄罗斯不遗余力积蓄力量 西方国家自然不敢轻视 你们觉得乌克兰想要打赢春季大公事还需要什么装备 美国有没有为乌克兰准备着杀手锏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